我个人认为胸部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什么不能谈论的 它基本上就是皮肤包着一些脂肪嘛 跟肚子没两样 虽然我知道肚子里面不会有矽胶 可是 我有时候没有办法分辨 我到底是挺女权的那一方 还是我只是个恶心的臭直男 想要交给各位来判断 你们记得乳头解放运动吗 乳头解放运动就说 为什么在沙滩上 只有男性可以穿着泳裤 为什么女生就不能这样子露出胸部呢 他们的标语就说 谁说女生不能在公众场合露出胸部 我就会说 对啊 谁说的 谁 请问这个是平权还是耳男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是耳男 每一场的学生都跟我讲说这是耳男 然后就会反问学员说 为什么这样子是耳男的行为 同一句话 女生就可以讲 我就不行 然后有人就回答我说 因为我从你的语气里面 听到了一种反凤的异味 然后我就说 哦 是哦 哇 你好厉害耶 我都没这个意思 但你听起来了 但还是有一些人 非常在乎胸部 对 我太太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她胸部非常的小 为了让各位了解 她胸部到底有多小 简单来说 她胸部比我还要小 这样大家可以议会吗 我需要站侧面给你看吗 或者是假如你想象 今天有一只蚊子飞过来 盯她两个包 她就会很开心 说 哎 你看我有胸部了 这种感觉 那在我们结婚之前 她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非常的没有自信 然后她会一直来烦我说 你是不是其实会一直嫌弃我胸部太小了 你是不是其实会希望 你女朋友的胸部大一点 我就会说 怎么会 你就是你呀 重点是人 胸部大 胸部小 根本就无所谓 然后她说 你骗人 你骗人 你是不是会把我的胸部写成端子 怎么会 我说 怎么可能 我像是这种人吗 哎 这是演讲的例子 OK 然后怎么样都无法说服我老婆 以至于到后来 我必须用语越来越极端 才有办法说服她 到最后我就跟她讲说 我坦白跟你承认啦 说实在的 有些女生 那个胸部太大了 我真的觉得很恶心啊 那个依奶 好恶心哦 甚至讲出这种话 然后她才逐渐开始相信说 好 说不定曾伯恩不是很在乎胸部 然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说不知 事隔几年之后 我太太在今年怀孕 生小孩 以及喂养母奶 她的胸部是越吸越大 她的罩杯从A罩杯 直接变成了E罩杯 我完全没在开玩笑 我拿我儿子的性命发毒事 这并不单纯只是因为我不想要养她 是真的 就真的 就真的嘛 她胸罩穿不下了 我要带她去买新的胸罩 然后量出来的身材就是E罩杯 买新的胸罩 回来她就开始哭哭啼啼 说所以你现在 是不是觉得我 很恶心 我说怎么会 怎么会 你就是你啊 重点是人 胸部大小根本无所谓 她说你 你不是讨厌大胸部 为什么长在我身上就可以 我说不管是大胸部 小胸部 只要是你的 就是好胸部 然后她说 那你这样子根本就双标啊 对不对 你说你讨厌大胸部 但长在我身上 你就突然不讨厌 我说诶 我哪里双标了 你胸部小的时候 我对你也是这个样子 你胸部大的时候 我对你也是这个样子啊 哪里双标 她说那为什么现在每天都要做三次 所以各位 我们学到 2022曾博恩有趣的演讲 三重标准 线上课程5月20日正式上线 是在萨泰尔娱乐官网 各位同学上线啦 是在萨泰尔娱乐官网 那么再次 一位之后 感谢观看